大家好,我是小鑫 今天用韭菜和豆腐分享一道最简单的家常菜 今天用到的是一块水豆腐 首先把豆腐切成三厘米左右的块 韭菜切成段 大蒜切片,生姜切丝备用 锅内加入油烧热 放进豆腐 煎至两面金黄,盛出备用 锅内放入姜蒜干辣椒 爆香 加入一碗清水 加入老抽 蚝油 现在把这个汤倒进砂锅 加入豆腐 大火煮开 再盖上盖子用中火焖煮20分钟 时间到 再放入切好的韭菜段 继续煮 继续煮 韭菜断生 加入适量盐 调一下味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 这道简单又营养豆腐 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豆腐 松软内滑 开胃又下饭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小鑫 下期见